吳宗憲的女兒Sandy 28日出席節目 開彭記者會 對於近日大受矚目的 王曉飛大S床墊之戰 憲哥依然是身處事件中心啊 好笑的是 當天我正在S Hotel 真的嗎 你目睹這一間嗎 我當天就在那裡開會啊 憲哥 我們等一下要燒床墊 我說啊怎麼了 哪裡哪裡什麼 這樣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嘛 開到6點半 對 才離開 那憲哥你有看到那個充電本人嗎 沒有啊 跟小飛講啊 就是說啊你們這樣 你一來我一往也好啦 讓我們台灣的天空啊 也多了一點色彩 要不每天都看爭論節目也很累嘛 對不對 這個比綜藝節目好看 不要這樣子啦 我們是做綜藝節目耶 是是是 而憲哥幾天前才剛透露 有漢王曉飛聯絡 並秀出40分鐘通話記錄 大家也十分好奇都聊了些什麼 盡可能就是呼籲他們 算了 過了就過了嘛 可以給祝福了就不要給祖宗 我都不是當事者 我能還是聊Sandy的小孩 小飛有跟你講他什麼時候要來台灣嗎 選後就來了 對對對 他說他選後要來喔 蛤 選後要來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今天 今天 這禮拜 選後還有一兩年的時間啦 對啊 選完以後還後面 我哪知道呢什麼時候 那如果來了會排斥見面嗎 不會啊有什麼關係 來上節目都可以 好不好 要不然 那個太刺激了你就不要再 那刺激場面我們就等著看囉 好